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今天台股盘中有创新高 有占上17500点 可是尾盘慢慢的杀下来了 因为电子下传产上 好 电子为什么下呢 因为美国商务部 说了一句真的很重的话 他说 挥打你如果无视于 我们对中国AI晶片的禁令 一直在推这个降规板 小心啊 我把你给接管起来 管制你哦 好 这句话真的杀伤力很强 但今天盘面上的热点 我想大家也看到了 上个礼拜 达人秀就有提早告诉您了 散装航运这次长真的 那不止散装航运 讲了一整年一直在等原物料在动 终于今天很明显的动起来 能够动到哪里去呢 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哦 第一位是我们的股市师公 佑年老师 好 佑年老师今天会来解读了 这个挥打被美国商务部 重炮一击 会不会害得AI股都站不起来了呢 那是不是现在12月了 我们的眼光反而要看到飞电族群 因为大家知道吗 从这个礼拜开始 11月的营收要陆续出炉咯 预估比较好的其实会在飞电族群 因为电子股赚美元 受到汇率的因素 再加上进入到淡季去咯 所以电子股的营收反而可能比较压力 飞电族群反而迎来了营收的好消息 等一下师公会来帮大家解读 当然我们也等了很久 大半年在休息的重电生计 这种政策题材 它会继续走下去哦 那第二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维泰 好维泰今天要来帮大家解读一件事 以及预估一件事 今年高息的ETF很夯对不对 可是你有检验过吗 这些高息股是不是真的有填息 其实这个事情很重要 不要顾着看价差一直喷 都忘记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买高息ETF 就是为了它的息填息很重要 今年这种AI股喷的特例过去了 明年回归正常回归它就是要填息 所以维泰今天有一个独家的表格哦 帮您抓出高值利率股 而且明年预估填息率非常高的 好首先有请师公啦 哇这个商务部好杀哦 对真的你再敢推降规板 你再想绕绕绕 我就把你给掐住 而且是明天就把你抓住 这是美国吗 太恐怖了吧 怎么搞的变成变成共产社会 所以今天台股的电子股是比较压抑的 但非电族群真的长得很明显 其实我们等了11个月了 是啊 12月该他轮了吧 对没有错 我也是认为应该要轮到非电族群了啊 那其实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他这个美国商务部长他就这个绕狠话 你看哦 辉达若再绕开禁令的话 隔天我就出手管制啊 有没有王法啊 这有啊 那他他其实讲的就是说啦 那点名就跟辉达讲说 哎国安是比赚钱重要的啊 你要爱国一点 国安 对 难怪今天资安股也不错 没错啊 好那么我们看了 现在是有一点这个 不但是这一条消息啦 因为美国股市呢也有一点的问题 在技术面上来讲 大家看一下 道琼指数呢 到上礼拜五呢 他这个六日的RSI 已经到了93了 是 对 其实我们必须要讲 美国股市呢 他们的指数很少有到这么高的买超的 所以他已经严重买超了 随时可以回档 那NASA指数呢 还有呢 S&P500指数都有什么问题 高档背离的问题 就是指数在创高 可是呢 RSI在往下走 那这个叫做高档背离 也是表示 随时有可能会回档 而且S&P500指数除了高档背离之外 他的这个目前呢 六日RSI也是到了86 也是有严重买超的位置 那另外呢 肺半就很奇怪了 肺半它是表现的很弱势 什么叫弱势呢 它之前已经做头了 对 它现在在往下走 所以它是领先下跌的一个指数 所以我们叫这个礼拜 其实真的要注意的是 美国股市是不是有出现回档的可能性 好 那么那至于说台股来讲的话呢 台股今天虽然已经突破了17463 在盘中的时候 可是收盘并没有站上17463 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它收盘的指数 站上了17463 那么才有可能会展开一个 一个波段的公式 好 那么如果有一天 这个收盘指数站上17463 它分成两种的可能的走势 一个是站上17463 就直攻177000到178000 然后再拉回 然后再拉回 就跟着美国股市拉回 来测试呢 17000到17400点 这个支撑点 那为什么是这个支撑点呢 因为月线到时候 大概就来到这个位置了 它会有支撑 然后呢 再拉起来 再挑战一波 来挑战18000点 那这个是第一种走法 第二种走法呢 就是美国股市 我们现在假设 今天晚上就开始回档 我们现在假设了 好 播完达人秀 大家看一下美国 对 那么我们的台湾股市呢 就会跟着一起拉回来 跟着一起拉回来 那拉回来测试哪里 测试月线 月线的支撑大概在17000到17200点之间 其实还好 因为今天收17400多 回个两三百点都算还好 然后呢 就直接往上攻 攻到17000到18000点 我觉得这两个走势 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投资朋友要注意一下 好 但是最后都是有机会 好不好 你还是没有改变看法的 还是不改变 对 我们这个有点王宝川的味道 OK 好 那么电子股休兵了 那非电出头天 其实第四季本来就都是传统 传统产业的旺季 对啊 到农历年前都是 对 那股价的旺季 今天我们没有写一个叫食品股 不过食品股已经动了 对 食品股其实也可以注意 有点要过年的时候 那么航运族群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夯 我们这个幸福兄 上个礼拜就跟大家报告过 真的耶 是不是 而且他还信誓旦旦的说 这一次是涨波段 而且是玩真的 对 是玩真的 对 没错 真的是玩真的 你看一下 这个散 这个散装轮 中航育民新兴四位行 哇 全部都涨停板 真的是吓死人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夯呢 因为疫情 中国大陆的疫情又发生 那大家就很怕说 哎哟 会不会又是那种什么 封港啊 什么东西的 塞港 那所以呢 这个另外再加上因为 第四季百分之需求旺 所以你看哦 这个海峡的海峡轮呢 他们 这个月呢 一个月之内涨幅是 百分之两百二十八 超恐怖的 你如果去看他那个月线图 或者是周线图 你就看他其实呢 BCI指数已经打底打了很久了 然后呢 一根长红拉上来 哇 一个底部就成型了 看起来没有那么快会下来 那另外当然呢 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筛船 那货柜呢 货柜人 也跟着准备要收一点附加费用 这个延伸效果 那么操作上呢 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呢 很多股票 他们的这个散装轮 他们的股价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那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 就是量缩 如果说从明天开始它量缩 然后再继续拉长红 那么续爆 不要说量缩 量加贝离 赶快卖 不对 这量缩拉长红才是对的 要续爆 那短线如果涨得多的话 你要注意看 是不是有爆量长黑黑的走势 OK 那另外呢 生计族群 生计族群呢 也当然就是因为 因为中国大陆疫情升温嘛 那现在义乌那边已经呼吁民众 你还要囤粮十天 把大家吓死了 那吓死了 因为之前在封城的时候 疫情前封城的时候 他们就跟大家讲 你们要开始囤粮了 小心哦 现在各类类似疫情那时候的传闻 都在传出来 怎么盖方舱啦 然后限制进出啊 什么这些传闻都一直在跑出来 对一直在跑出来 那因为中国大陆的官方 并没有出来那个驳斥 对啊 对所以会有点紧张 所以传出健康码 要重新加护了 真的是要命了 那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注意 防疫概念股呢 你要注意一下 量价是不是失控了 因为呢 像是恒大 康大乡这些股票 其实他们涨幅非常非常大 那么就没有注意是什么 就是量价的关系 那制药跟新药类呢 可以中长线的布局 那至于说除能的族群呢 也是一样 除了族群呢 其实他们的最大的力多在哪里 订单满手 然后政策又做多 所以大概是 基本面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操作呢 还是一样 因为大部分的形态呢 都已经打底完成了 大部分哦 他有机会再攻一波 那可是要注意什么 注意外资是不是会落跑 因为最近外资呢 也在买这些股票 那其中呢 我觉得比较值得观察的是 这个中兴电跟华晨 这两档股票是值得观察的 好 然后我们看呢 我们这个操作的说明 OK 这个是散装轮的育民 育民的周线 不是日线 这周线 对为什么要做周线呢 因为你周线看得比较清楚 他就是量真的大 对对不对 然后呢 上个礼拜就很大 今天的量更大 今天量十万 差不多有五万多张 五万多张 那么量更大 这个礼拜量有可能会更大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如果 量缩 明天开始量缩 继续在往上冲 就是拉出长虹的话 你就继续抱着 手上有这张股票 这个投资人就继续抱着 那么他前一波的高点 是62块7 你可以注意看 62块7以下 通通都没有套到压力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套到压力了 所以呢 应该有机会了 那么那但是呢 如果说有一天爆量到五万张以上 然后这个成交量 然后杀出一个长黑的话 那就要小心了 就停力呢 暂时先退出 那至于说呢 这个防疫概念股 这个口罩的抗纳箱 是 这很恐怖 他们总是这样 对 总是一有一个风吹草动 就直接拉长一半 就直接拉 因为他们的机会很少 机会很少 你看从上 最上次是民国92年的时候 那个SARS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到了109年的时候 隔了这么久 才来一次 哇 当然是喷上天了 所以呢 你看 七天 我那时候还看 我想说 我是不是算错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每天涨平啊 七天之内涨的将近八成 你知道吗 就等于每天涨平半 对 每天涨平半 超恐怖的 那今天盘中的时候 好像也是拉了涨平半 可是留了很长的上影线 注意看哦 它的成交量是超过了10万张 是 那平常的成交量是多少呢 5800多张 大概才5800 所以呢 是平常的成交量的18倍 这量实在太大 那上影线又这么长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看 这一档股 我是拿这档股票做例子 跟大家说明了 那这档股票呢 如果说接下来的三天 它能够量缩 然后呢 继续往上走 三天之内站上今天盘中的高点 是34块半 如果能够站这样子走的话 持股续报 是 它还有再往上走的空间 可是呢 如果接下来的三天呢 是一直在震荡往下走 然后收盘价呢 每天都低于今天盘中的低点 32块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要暂时先停力 先退出一下了 就不要急了 好 施工以后 是不是它涨第一根的时候 大家就浑水摸鱼 但是散射停损停力 对 没有错 不然 这 对啊 现在感觉 现在真的是不敢追了 现在真的不敢追了 其实就是我常常 就是我讲的 口罩股 就是这样子 你一旦有发生疫情的时候 第一天喷出一个涨停的时候 你就去追 就摸摸看啦 对 就去试试看 没什么大道理 对 没错 没错 可是这种股票呢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根半涨停 就结束了 就没了 对 就结束了 结回原点 所以那手脚一定要快 OK 好 再过来呢 我们就看了 除能概念股 终于 对不对 开始热起来了 哇 等好久 大家看一下 这市电东源 中心电雅力 华晨 升微能源 你看它10月份的营收 其实表现几乎都不错 几乎不错 然后累计营收 全部都是成长的 更重要的是 第三季的EPS 你看 几乎 除了东源之外 几乎全部是年征的 所以其实它们的 这个表现是不错的 尤其是 而且呢 它们第三季表现就很好了 那大部分 因为这种工程的 大部分工程 它们大部分都是怎么样 都是年底的时候 入账 它们会入账 对 因为那它入账才算 才能算 所以呢 第四季的表现 理论上来讲 应该会更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中心电 它历年来呢 10月到12月的 越增还是越减 大家看一下 去年是稍微的减少 1.59% 可是呢 2021跟2022 你看 跟2020 你看 都有大笔入账 10月就大幅度的增加 对不对 然后再从技术面看呢 它今天呢 已经稍微突破了 过去5天的这个盘整区 重点在这里 但还记不记得 它那个 有一个案件 对不对 有赔钱 云爆装甲成的案件 20多亿 对 那赔钱了 所以那跳空两支跌停板 那它现在呢 是要来填补 这个跳空缺口 有没有可能填补呢 我觉得机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 并没有套到压力 好 而且这一根 对 大量 它已经解套了 对 没有错 已经解套了 所以它是有几往上功能 那至于说 它的基本面呢 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个 它的基本面的表现 保然都有出明天报告了 都蛮好 对 没有错 好 再过来看华城 那华城这张股票呢 看起来 它已经盘了很久了 大概盘了三个月了 从九月开始 比较像是高档的盘 对 它高档盘 然后重点在哪里 也是一样 它上档没有什么套牢压力 其实是这样 那么 而且呢 所有的短 这个短期的移动均线 全部都形成多头排列了 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跟季线 全部形成多头排列 那再看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10到12月 它的这个过去的表现 大家有没有看到 10月的时候呢 几乎都是月减的 然后到了11月呢 开始大幅度的成长 那12月呢 比11月还要再大幅度的成长 表示呢 它12月真的是把账都做到12月去了 所以呢 以现在来看的话 它的股价呢 应该还有更往上走的空间 所以呢 在过去三个礼拜呢 外资已经开始买了 连买了三个礼拜 好 所以这支股票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技术面上 还有基本面上 都可以值得注意 好 再过来是生技制药 那生技制药 跟新药的这方面 我们看一下 也是一样 10月份的营收呢 几乎都是成长 然后呢 累计起来 那是全部都是成长的 OK 那这 我觉得比较 可以关注的是 1752的南光 都吃很多 对 那是做抗生素的 现在都当糖吃 OK 好 那么另外就剑桥 它是咳嗽药了 对 好 来看一下 南光它的12月 历年来12月的营收表现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OK 那么在最主要当中 是因为梅浆菌的那个疫情 造成抗生素需求增温 中国大陆那边 现在抗生素缺乏的一塌糊涂 所以呢 它应该有机会 那而且你看呢 它这边打底打了多久 123 4个月 打到4个月的底呢 现在出量开始往上攻 所以呢 在底部出量 然后开始往上攻的话 我觉得 它的未来性 应该是可以值得期待 它还有骨质疏中证 对 这个我比较用不到 原来施工用不到啊 对啊 好 因为骨质很密就对了 骨质密度很强 硬骨头 对 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有做重量训练 OK 好 那我们再过来看这支股票 我们就介绍很多次了 介绍蛮多次 对 所以我们呢 今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大家可以看 它10月一向也是一样 在一个谷底 然后11月呢 开始有点翻扬了 12月大部分 全部都是这个成长的 表示呢 它也是习惯你在年底的时候做账 那注意的是什么 注意的是过去三个礼拜 其实外资很少 外资跟投信 之前很少会注意这档股票 可是呢 这一次呢 过去三个礼拜呢 外资跟投信都在持续的买超 买超了1.1万张 所以我觉得 它的筹码已经开始改变了 以前大部分都是市场大户 或者是散户在那边做 可是呢 现在呢 它一个底部已经出现了 然后呢 今天呢 也已经突破了这一波的高点 那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看它11月的营收公布出来 是不是有比较好的表现 好 所以等于在非电里面 你觉得跟原物料相关 例如航运股 是 可能它的股性会比较暴涨暴跌 对 没错 但生机跟重电 都是会有好营收表现的 反而比较值得留意 是的 没错 好 非常谢谢永年老师 好 所以我们等了11个月 终于在12月看起来 原物料行情蠢蠢欲动 飞电也出头天 但是呢 施工友人老师有提醒 每一次像航运股啊 或者说像防疫类的股票 一涨就是涨停板 所以要嘛 你就在刚起涨的时候 追进去 可是停损停力要做好 再不然的话 就是关注法人筹码 关注报价 看看这一波 能不能走得比较长 如果您非常重视业绩 希望11月的营收开红盘的话 事实上今天也告诉您 重电族群 还有一些本来就有 EPS的生计族群 买起来是比较稳的哦 电子跟飞电 我们各配一些 这样你的投资会更有保障哦 好 广告回来来探讨一个议题了哦 今年买高息ETF的投资人 都很开心 因为开心到有赚到价差 可是这是您买它的本益吗 本益其实是要赚高息 而且会填息哦 所以呢 我们来帮大家分享了 有没有检验过 你手上的ETF里面的股票 填息了没有 我好想加入荣耀班哦 但是到底加入的步骤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哦 听赵华来告诉你啦 好 不管你是手机 或是电脑的系统 记得哦 先进入到我们YouTube 来搜寻理财达人秀 好 进入到我们理财达人秀的主页哦 找一找 有一个加入的按钮 找到这个加入按钮 点下去会看到300壮士荣耀班 再点进去 它会请您输入信用卡的资料 来完成我们的订阅哦 输入好之后就完成了 但是这边赵华要提醒大家了 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 就是iOS系统 因为一个税收的关系 本来呢 定价300会变成400元哦 所以会建议 如果用苹果手机 不妨啊 还是用电脑版来做一个加入订阅 可以省下100块钱 这边赵华也要温馨小提醒哦 因为可能很多人 你有好几个YouTube的账号哦 所以不管你用手机或电脑版加入 请记得你当初加入的账号哦 免得你切换账号的时候 你会一直跟我们反映 你看不到 所以记得要原本你加入的账号来收看 最后赵华还是要呼吁大家 一起加入我们的荣耀班 支持理财单秀 也支持赵华为你的财富加加油 我们一起迈向百万订阅 好很多的高息ETF 在除息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殖利率多高 10% 以前我们都说5%6%就很好了 今年有很多人是10% 但是明年这个10%还在吗 那就非常考验选股的功利了 因为今年有很多的资本利得 明年就不一定 所以回归本值 我们现在挑高值利率股 也要确保明年他的填席率很高 选股教练来喽 选股教练今天帮达人秀的朋友们 独家筛了一张高填席的表格 每次选股教练来 我们都有礼物可以收 Merry Christmas 夜旦节礼物是不是 会不会太早了 现在才月初而已 高息ETF 很多人今年因为赚价 他赚得很开心 是 根本就没有去管里面的公司填席 没有 当然股价涨应该是有啦 可是明年会填吗 好像没有人在关心这个事情 对 维太今天要来告诉大家啰 今年号称殖利率10%的这些公司 明年能不能继续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几率 还是会维持10%上下的一个殖利率 真的假的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 有很多的专家 是 都有提到 说明年啦 因为这个今年上市贵公司 前三季的税后存益是2.26兆 谁 你说谁讲的吗 第一金头雇的董事长 陈奕光先生 好 这个人 这个人一直放我鸽子 观众一直敲碗 大家不要担心 我会把它凹过来的 好 我们这个大家用力敲碗 OK 陈董 他特别提到说明年呢 这个今年有望挑战3.1兆元 OK 但是重点在于明年 OK 因为今年是升息循环 是 明年呢 可能从美国开始就要进入到降息潮 是 那所以呢 这个企业可能也会相对比较保守 企业的资本支出呢 可能会稍微缩手 然后把这些多的钱配发给股东 所以预计呢 在明年 基本上呢 这个企业减少资本支出之后 配发的股利会相对比较多 是 所以预期呢 在明年 就是这个台北股市的殖利率 有可能是超过4%以上 那蛮棒的啊 对 那如果说接下来 这个行情有稍微震荡跟拉回做修正 哇 那个这个殖利率的一个值 又会再往上做拉高 所以你说要超越这个5% 升到6%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挑一挑很多 对 OK 那么这个是我个人的判断 OK 选股教练 那么大盘的殖利率到底会到多少 因为根据这个证交所的一个网站 他特别有提到说 我们台北股市值率的算法 就这个股利的总额 股利的总额 然后除上这个市值 OK 所以以目前来讲 台北股市的殖利率 现在这个位置点大概是3.2%左右 OK 但是明年 因为我刚提到 明年大家的获利 还有可能会有两成左右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换句话说 明年可以拿来配息的金额 就会比今年来的更多 所以预计呢 明年的一个殖利率 我个人认为是很有机会 来到5% 甚至超过5%以上这样子的水准 好 所以你认为比光哥估得更高 对 更胜一筹 尤其是这个AI 这个最大社会产 就是这个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AI的一个引擎 没有熄火之前 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科技股 明年还是可以值得特别做留意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明年的科技股值的留意 但是要会挑 对 OK 刚刚赵老有提到 一直都有提到 所以我有一张表格 要分享给大家 对不对 你就知道我的期盼 是 那我这个表格的玄古法 它的名字比较长 还是要教大家了 对 它叫做立足过去 把握现在放眼未来的全股法 等一下 没有 上面没有 你怎么背得起来 立足过去 因为太长了 放上去大概这个板面会不够 OK 什么叫立足过去 我们看一下 我特别去找了近五年 平均的股力发放率 还有近五年的平均殖利率 这个都要大于50% 这是立足过去的部分 对立足过去的部分 OK 那代表就是说 这家公司它对于股东 不能升 它其实不小气 至少都发50% 而且投资人领了之后 平均殖利率 也有5%以上 那这个投资人 就会持续去做个投资 是一个正向循环的部分 OK 那么预估股息殖利率 这件事情 是比较是属于看明年 放眼未来 对 放眼未来的部分 利用今年预估的EPS 然后呈上它过去 平均的股息发放率 所预估出来明年可能发放的一个金额 是 OK 那再以现在的 这个现在的 目前 把握现在的部分 把握现在 对 我们希望现在能够去买进的话 这个股价不要涨太多的 当然 本益比还小于12倍 然后股价净值比再小于2倍的这些公司 那如果说符合这些条件 那很可能就明年 这个所谓董事会公告股利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股价就可能随着这个所谓高股息殖利率 而往上去做走高的一个个股 好 其实逻辑很清楚 很简单 但是大家希望教练帮我塞 好 大家的声音我听到了 OK 这是我刚刚利用刚刚那个 密密麻麻 对 这个名字很长的选拂法 是 所挑选出来的一个表格 那这边也看到预估的EPS这一栏位 好 事实上为什么一定要在年底去做这个功课 对 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预估EPS是法人预估 是 基本上在11月份12月份法人预估EPS 我想应该八九不离十 对 OK 所以我觉得准确率应该是蛮高的 那么这两个是刚刚所提到的 利用最近这5年的股利发放率 你看是不是每一个都超过50% 对 几乎都60以上了 对 少数50% 对 好 那这个是近5年的现金股利的发放率 我这栏位挑出来是跟他去做对照的 对 那么发现到 这些公司基本上 他的现金股利的发放 跟股利的发放量基本上是同样的 代表说他基本上全部都拿来配发现金股利 是 他没有去配发所谓的一个股票股利 是 比较好算 对 所以对于对于这个想要领股息的投资人来讲 这张表格就非常有用 就知道哪些公司他也许赚了很多 但是没有发那么多 或者是他赚很多但是发了很多是属于股票股利 OK 那这个是我刚刚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预估股息的部分 还有用这个近期的股价去推估的话 他的一个预估的现金殖利率 大概都是有5%以上把他抓出来 有这么多OK 那么这么多个股里面还多放一栏 就是最近这五年 这些公司的一个平均的填息填数 平均的 对 那这个领股息也很重要 因为其实赚股票没有人在嫌快的 越快越好 对赚钱没有人在嫌快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他平均的填息天数能够短一点的话 事实上就会比较好 对短一点会比较好 十几二十天就能够填息完的公司 基本上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刚刚帮大家挑选出来的一个表格 其实传产也不少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是呼应最近的行情 就是有很多的传产股 他们的一个股价净值比偏低 对 本益比也偏低 但是今年的获利状况还不错 所以很可能他所推估出来的殖利率相对高 所以就会有一些不管是ETF的一个经理人 他可能会先去做个卡位 对 所以我觉得这张表格大家可以特别去做一个参考 那其中像是这里面像一些钢铁股的部分 我也觉得蛮意外的 钢铁股 星光铁 东铁 长榮铁 榮铁都在里面 这不是我安排好的 就是数字筛选出来的结果 但也有一些是最近大家比较热门的 包括像是联电 瑞宜 或者是中信金 或者是历程等等 这些公司我们发现到他最近的股价已经开始做发动了 所以像这些公司的个股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特别做个留意 好 里面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呢 好 像刚刚我们所提到像历程跟瑞宜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我每年都在做 对 那像这两档个股 就是几乎每年我做他都会榜上有名 是 确实是 可是股价比较牛啦 对 长期来说 对 我们看上一章就发现到 像这个 这个所谓瑞宜 瑞宜 他平均的天数是65.8天 历程在下面也是78天 也78天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是 他虽然就会填息 可是他填息的天数会拖离比较长 还好啦 有人如果能够20天就填息 为什么不20天呢 对不对 但这两档是很让人安心的标的 对 一个是背光模组的大厂瑞宜 他最主要的客户就是苹果嘛 那只要苹果他有心机 基本上他就受惠 他就受惠 对 OK 那历程呢 他是记忆体封装的测试大厂 尤其是集中在记忆体的部分 他大股东还金斯顿 是 对 OK 那外资持股的比例43.1% 那重点是明年记忆体的报价 大家基本上是看涨 看好的 对 所以他的一个业绩 基本上也是有机会持续往上去做走升 所以像这两档个股呢 我觉得他明年的展望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 EVN他这边股价有稍微有往上涨 但是他如果参加他的一个除息的话 天息几率其实也是蛮高的 好 那赵华这边就直接破题了 因为刚刚讲到的就是高股息加上高天息 但是有传产也有电子 是 我们都常常讲不可能一份资金买其所有的股票 除非我们找到好的ETF 对 这个ETF 我们所谓一篮子股票的投资的好处 因为他有帮忙挑很多还不错的一个公司 那所以就要检视一下 在目前市面上面这些所谓的高息的ETF 对 种类很多 都叫高息 都叫高息 对 差异在哪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包括像是00918 大华优利高铁级30 区域台湾竞选高息 凯基台湾优息 优选高股息 云大台湾高息第一波 还有大家很红的 富亚台湾科技高息 然后永丰台湾优息存股 对 这么多的一个高息 那到底要怎么挑 对啊 基本上我是一个比较现实 不是 我比较务实的一个投资人 是 我是比较务实的投资人 我都看数字 好 做金融就是要看数字 没错 看什么数字呢 看什么数字 看他每一次的这个配息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配息率 对 因为他有些是月配 对啊 有些是继配 有些是继配 对 那我们就去看每一次 他的配息高不高 稳不稳定 那以这张表格里面来看的话 基本上 以单次配息率 用12月1号 就是这个前天的收盘价去计算的话 大华优利高铁级30 0918 他的单次配息率是3.12% 对 那么是在这么多的这种高息ETF里面算是相对比较高的 大方的配出来 大方配出来 那么再来就是他的配息金额也是蛮不错的 在这么多的高息ETF里面呢 他也仅次于原大台湾高息低波 这要跟他的价格做一个对应 对 因为从价格去比的话就发现 他的就配息率就低很多 那他就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如果说就今年以来的韩息总报酬来看 他的表现也真的不错 他有49.37%的一个报酬率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近期的一个股价表现 从他挂牌以来就一直缓步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那么今天呢 他又创下挂牌以来的收盘价的新高价 而且成功的填息 对 所以像这种有去除息 又能够填息的这种所谓的股票或ETF 就不会出现这种所谓左手换右手的这种情况 这样子我们的资产才能够做累积 那么刚好可能也是最近他这个好消息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爆出了4.36万成交量 创下挂牌以来的一个新天量 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市场上面也非常认同 这档这个ETF 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高息 还有未来的填息的一个状况 我记得12月中又要再出息 对不对 能够创下新高价很厉害 因为有一些ETF他持有比较高的AI 事实上会有点修正的状况 可是他却创了新高价 代表他的选股逻辑蛮值得研究的 对 赵华说得非常好 这个ETF他跟其他高息ETF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 他有所谓的一个高填息的填息因子 尤其是在这一个 其实这是选高殖利率股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件事情 不要被价差冲昏头了 这个不仅核心还很困难 对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他快速填息 你就不能够挑殖利率太高的股票 但是你又想要殖利率高 对啊 那就没有办法快速填息 你一讲不高我就没兴趣 对 所以他能够同时选到什么 就是股利率呢 在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公司 在这里面又能够找到填息率最高的30党公格 把它列入到说他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党所谓的大华优利高填息30 ETF最重要的卖点 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高填息的因子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ETF股价能够去做一个所谓填息的动作 好 为什么单讲这个 因为其实高流动性啦 有获利啦 这个可能大部分的ETF都是这样看的 没错 但这一点算是00918的特色 是 没错 好 那到底他有多么会填息 我们先从他在这个前十大的成分股来看 在前十大成分股里面 基本上只有目前的联电 还有刚刚赵YS所提到的长龙 他们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填息 但是如果 长龙70块有点难 有点难对 但是我个人判断联电如果从他近期的股价表现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机会去做填息的 是 ok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从整个指数的填息率去看的话 事实上他的填息率也有高达91% 91很高欸 对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准 是 那这档ETF他的成分股呢 这边有提到电子股81.47 然后传产13.73跟金融4.81 ok他也算是着重在电子雏形为主的一档ETF ok 但是明年会不会还是这样呢 对啊 我觉得就不一定喔 因为他12月份要去进行一个换股 好 换股 对 我们都希望未卜先知 不要等人家公布 对 选股教练有没有办法未卜先知呢 我大概猜一猜 就从他的这些所谓的选股的逻辑 再搭配我刚刚那一张名字很长的表格 对 展望未来嘛 立足现在 对 对 有没有哪一些可能是被剔除掉的 我觉得最有可能被剔除掉就是长龙 或者货柜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长龙搞不好明年天息率比今年高 可是没有办法 ETF他就是必须按照他的规则 规则去配 好 那或许他明年配的息没有进人多 他可能就排不上这30名 也对喔 他可能排不到这30名 所以有可能他不错 可是排不上30名 没办法我们只好忍痛割爱 所以像长龙我觉得他在今年 第一个毛利率的部分就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衰退 从66%降到17% OK 好 那至于说哪一些有可能去入选 换进来 换进来 对 我个人判断应该跟金融 哎呦 跟钢铁有关系 真假 金钢 金钢合体 哈哈哈哈 为什么因为 无敌铁金钢 对因为今年金融股 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特别提到 是 今年金融股80%的金融控公司 获利超越去年 全年 是啊 所以他们的获利的成长其实很明确的 对 所以按照过去的经验 这种所谓三商赢的部分 他配息率都很高嘛 是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入选 OK 那钢铁股的部分 我觉得 比较具有一些利基跟转基的 好像荣钢 东钢等等 我们就以荣钢为例子 特殊钢 对 他过去几次的一个除息 现金股利很意外 他几乎是每一年都要往上做成长 是 那这种获利的股息 能够往上做成长 代表他EPS往上做成长 EPS往上做成长 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什么 他的产业或者他的公司 获利是持续成长的 像这种公司 如果他被选中的话 当然他的填息机会也就很高 也就很高 像右边这个是刚刚赵阿特别问到的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 要除息 要除息 那12月1号 他已经公告第三次的配息0.67 刚刚在表格当中有看到 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配息的一个数字 如果说年化的殖利率去看的话 也有超过10% 这真的是 以前从来没想过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所谓ETF 又有这种很特殊的所谓的填息因子的话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 那他在12月15号呢 是最后买进日 因为他在11月18号是除息 除息 这个是礼拜一 好 所以这个是礼拜五 想要的朋友们 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很快 1月12号就收到股息 拿到钱钱 对 这个农历红包自己领 这个红包自己领 我觉得这感觉还蛮不错的 对 好 还是一句话 回归到当初大家为什么要买高息ETF 对不对 有价差是多的啦 对 能填息才是真的 没错 非常谢谢选股教练 谢谢赵华 这档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 其实我的印象也蛮深的哦 因为之前我们常常提到 你买了高值利率股 就是希望他将能能够填息才是真的 只是今年因为大家价差赚太多了 似乎都忘记了这个选股的真谛哦 好 所以今天提供这一档ETF 让您做参考 希望大家明年后年 投资高息ETF的观念要正确哦 那这边赵华也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投资基金或ETF 都还是有风险的哦 申购前一定要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 哇这个传产跟电子的轮动 事实上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尤其我们知道到农历年前 本来就是传产的旺季 所以资金适度的配置 其实对您的财产是最有保障的 也希望今天理财图安秀 对您投资有帮助哦 我们明天再会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